看看到别人笑 别别别人笑他五个小孩 他说你看在这个 今天他带小孩来买这个牛奶 因为你们 看到没有 他在挑小孩 酸的他要酸的 因为你们在直播间说他是铁公鸡 然后的话他就把你的话 记在心里面 然后他今天就带小孩来买这个牛奶 你看他又在想价 他在说价 他说好贵哦 你看他穿的衣服 你们说他不敢穿出去 你看他还不是穿出来 老二 老二穿这个水鞋 哥哥买酸的吗 哥哥你买酸的吗 看什么 有他说他看到你有 真的是 看到就看到 你看你们粉丝朋友们说的 这个话他把放在心上了 下次的话小孩要买什么 我要跟你们说才行 你看 多少钱呢 一箱那个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还要讲价 走了吗 走了 买了这箱奶了 就买这箱奶啊 不买其他了吗 你还想买什么 就说买奶了 你还想买什么 你不问一下小孩子们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这个场面去买鞋 又在讲价 哥哥他又在讲价了 十块钱一双 十块钱 十二块 你什么呢 他他要那个 带你们去看一下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鞋子 有妹妹也想要 妹妹 你想要啊 那个家里面有了 那个不要 穿个水鞋出来 这个质量可以的 这个十二块钱 一把来 这么借了 哎 下质量 又在讲价 哥哥你不要吗 你贴要一对啊 怎么不要 下次又来呢 你看他又说了 他那个不是坏了吗 你也贴要一双 你看他的那个裤子 那个衣服 你贴要一张就座 就就青色那个 青色的那个 妹妹也想要啊 你干脆美人一对 我说你干脆美人一对 然后叫老板娘便宜一点不行吗 他买东西要一起来才便宜 他都不懂 35可以了 你们觉得他买东西像不像女人 他要在你们心目中改铁公鸡的形象 我说每人买一对 然后便宜一点 老三不是没有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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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脚怎么了 这个脚买两双鞋24块钱 他说好贵的 他说好贵 你看这个妹妹 我女人黑了好多了你看 老二好开心 弟弟开心啊 他说花了他一百块钱 你们说他是不是铁公鸡 走啦 不买了 走了 快下雨了 走了 快下雨了 好